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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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外观方面呢 其实大家可以很直观地看到 R6啊 依然延续了R7的这种设计语言 给你感觉啊 依然是那种很沉稳大气的感觉 同时呢 在一些细节点缀上 包括LED灯带啊 这块区域 包括地柱啊 有很多这种 类似水波连依的分段式设计 那这个设计呢 其实在R7上也出现过 所以 我盲猜 这个设计里面呢 应该也会成为银河系列 一个家族性的设计语言 当然了 该跨的地方咱们得跨 但是该优化的地方 咱们也得稍微提一下 首先就是轮毂的造型 我觉得相比整台车 这种简约范的设计啊 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复杂 虽然整台车的风阻系数 只有0.26CD 已经很低了 但是 整个轮毂的造型 相比整台车 给你凝造的这种气场 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复杂 再有一点就是 它的尾灯鼓 它和R7一样 点亮之后的视觉效果很漂亮 但是和R7不同的是 它的logo啊 并不能和车尾灯一块点亮 我觉得这一点呢 应该也算是一个小遗憾 因为R7那台车呢 我之前试驾的时候 发现它的尾灯啊 尤其是它整个尾部的造型呢 都很漂亮 但是R6呢 就只有这么几个字母 放在上 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缺乏设计感 如果能做到跟R7去看齐 我觉得这台车的外观设计啊 基本上就已经非常完美 虽然从明明方上来看啊 可能很多人会误认为 R6呢 相比R7在定位上 要矮半个级别 但是通过这一天的竞赛体验 你会发现 R6在智能化方面 无论是R7 还是乃至同级别的车型 都有一个智的飞跃 而且更有意思的是 通过智能化 它会给你提供很多 非常有趣 很新奇的体验 所以无论是R6 还是乃至银河系列 它们对于科技创新的努力 还是值得肯定的 这里是董车帝聚光电厂栏目 新能源新车手册 关注栏目 更多新能源信息 和你分享 感谢观看